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 绿色的特大户就数得最急 买空金价比率上周五收市 升到20.521% 即是职业炒家有部署到 看价后市是下跌的 恒生指数升到1.82% 国企指数2.34% 科企指数2.67% 都升幅挺厉害的 升的股票数目明显多 比跌的股票数目 12个行业指数全部都报升 升的最厉害的是能源业 升了3.93% 而足够2%的升幅 这个是接近3% 原材料业 接着有工业 电讯业 以及接近3%的资讯科技业的指数 真正变动率 恒生指数升1.82% 国企指数比较好一点 1.92% 科企指数不太好 1.44% 成交金额是高的 恒生指数53% 国企指数4% 科企指数29% 相对地 科企指数低一点 但都是正常的水平 上星期盈收市时 美指期负日报 3.928.25% 跌了0.4% 3个港股指数 都是表现远远跑赢了 编高2.2% 至3.44%不等 恒生指数最低 21754 是高过 2052 即使仲要阻力位 接近第二个 略低 而最高是2052 好 2052 几乎到第五个 即使仲要阻力位 不厉害 好淡大活 角力的情况 加权收市位 与成交量配合分析 上星期五 恒指期货 各指期货都是升和升 星市成交配合 まず是 TWI 国力指标 恒指期货 正1正1 升市成交配合 博指期货 负1正1 跌市成交又配合 剧股又仍然有些压力 较大 偏尼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